韓國語學堂Q&A 想去的同學不要錯過喔 語學堂的話呢 一週的話是上課五天 就是一到五 那一次上課是四小時 有一些大學是有分上午班跟下午班 那我自己念的大學的話是沒有 就是一律是上午班 從早上九點上到下午一點的課程 課程的內容的話 會包括韓語的聽說讀寫四個部分 那可能會是禮拜一禮拜三日交聽力 然後禮拜二禮拜四日交閱讀 它會依照就是每天的課程去做安排 那其中也會有其中跟期末考試 其中期末考的話也是要分四個部分考 我當初考其中期末考是 每一次考其中跟期末考的話都要考兩天 第一天的話考閱讀寫作 然後第二天的話要考聽力跟口說 如果想要考TOPIC的話 因為TOPIC是考聽力跟閱讀還有寫作 會建議念就是以閱讀寫作為重的學校 也就是像是岩市大學或是高麗大學的學校 如果想要增進自己的韓語口說的話 我建議可以去念以口說著名的西江大學 念完語學堂之後如果想要繼續升學的話 要報考韓國的大學或是研究所需要另外報考 那它走的路徑的話就是韓國有很多大學的系所 都是有開設給外國人名額 那就像考面試一樣直接去考試就可以了 那其實有蠻多學生的話 他們都是邊念語學堂邊準備入學考試 如果已經決定好自己未來想要念韓國哪一個大學的系所 或是研究所的話 會建議直接念該大學的語學堂 一來的話呢其實可以當作加分使用 在面試的時候可以說因為就是很喜歡這個學校 所以才會來念這個學校的語學堂 二來的話呢其實大部分會面試外國人的老師的話 也都是語學堂的老師 所以這樣子的話其實面對自己熟悉的老師 在面試的時候也比較不會那麼緊張 因為韓國的大學語學堂的話是會按照程度分班的 所以基本上零基礎的同學也可以去韓國念大學 只是因為你在零基礎的話 你就已經是被噴到最初級的一級 那必須如果從一級要念到六級畢業就要花一年半的時間 那如果您自己只是打算要在韓國短暫的待個三個月 或是待個半年的話 會建議大家就是由中級以上的程度再去念 這樣子才有真正就是學到韓文讓韓文提升的感覺 大學的話每個學期會安排一到兩次的文化體驗 會帶就是大家出去戶外走走 我自己的話呢是有去學校有帶我們去韓國的鄉村挖紅薯 就是韓國的番薯 那另外的話也有帶我們去泡菜節體驗做泡菜 還有就是帶我們去韓國當地的遊樂園遊玩 根據韓國的法規的話 如果不是拿打工度假簽證去韓國 只是像我們一樣是拿研修或是留學簽證去韓國念書的話呢 必須要待滿六個月以上 然後再另外去申請一個資格外活動許可的證明 才可以在韓國合法的打工 那打工的地點的話我認識的留學生們 大部分都會是去像明洞、宏大這種觀光客 比較多的地方的化妝店或是衣服店去做打工 因為他們會需要大量會講中文的人員 如果要在那邊打工的話至少韓文語 大概要可以日常生活中的溝通 大概要三級四級左右以上會比較建議再去打工 學辦的部分的話要看裡面的語學堂的大學有沒有學辦 大部分的話是沒有但是有聽說像是建國大學的話 他繳不同的語學堂的學費你多繳一點點錢的話 其實是可以申請學辦的 那如果你是像交換學生的身份的話 其實大部分學校都會配學辦給你 基本上談戀愛的部分的話就要看你要找哪一國的對象 因為語學堂會去念語學堂的都是學韓文的外國人 那班上同學的話其實就是會集結各個國家 像我們班上有泰國人、俄羅斯人 然後中國學生其實偏最多也會有香港人 那這部分的話其實因為每天朝夕相處的話 其實戀愛機會就會比較大一點點 但是如果是想要教當地韓國人的話 可能機會就會小一點點 除非是像我們這種交換學生 除了上語學堂的課程還會去上大學部的課 那就會有機會跟韓國人做接觸 學習語言最重要的話就是環境的部分 如果已經在韓國念完語學堂回來台灣的話 要想辦法讓自己韓語不要生疏 那就是每天都要用韓文 可以找一個方法 例如說找一個固定每天都會聊天的韓國朋友 或者是說找跟韓語相關的工作 又或者是每天逼自己用韓語寫日記 這都是一些方法 如果對語學堂還有更多的疑問不懂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喔 記得按訂閱喔 收看我們更多的節目 那我是藝文老師 下次再見囉 掰掰 請 extremes 請諏訪